大家好 我是阿门打 我们来看1月23号到1月29号的星座运势 本周比较重要的星象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行运的天王星 在金牛座恢复顺行 前一阵子天王星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逆行了 这一周呢开始恢复顺行 影响所及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 整个投资市场以及金融市场 都会有比较激烈的一个震荡 那震荡既然可能是买一点可能也是卖点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关注 以及如果你有投资的这个习惯的话呢 这个时间点的拿捏格外的重要 以及呢这段时间我们会注意到 这种时尚界啦流行界啦 可能真的是百花齐放 就是说呢不管是复古的风潮有可能在线 或者是有很多那种好新颖 非常尖端的一些时尚产品或是流行出现 好那么我觉得可能各个嗜好喜好不同的朋友 都能够找到自己很享受的乐趣 这一周呢我们也会遇到行运的精心进入了双鱼座 所以呢好这个在年初的时候 其实前一阵子过年嘛 所以呢可能大家花钱也是比较开销大一点的 那这一阵子呢大家要提醒自己哦 在犒赏之余 其实你要懂得有一点节制 因为我们还是会习惯了那种大手大脚 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要带回家的情况 好所以虽然买了喜欢的东西 自己心情很好 但是可能开销也是相对的大的 以及这一周受到精心进双鱼的影响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点点小小的挫折的时候呢 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或是我们的梦想在哪里 如果我们能够锁定自己的目标的话 中途的种种的这种 我们讲说小小的风雨 其实只是增添了一些不同的人生历练 跟我们的前进的这个梦想之路 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的 我们来看各星座的星座运势 首先牡羊座的朋友 这一周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 这种小小的这种手气 其实还蛮旺的 各种的比赛啦 或者是一些这种娱乐活动 其实手气还不错 但是不要太夸张 这个有小赢的话呢 就可以入带为安了 金头座的朋友 这一周要记住哦 可能这种宴会啦 聚会啦 非常的多 所以这种饮酒的时候 要懂得拿捏一下尺度 免得自己喝醉之后 隔天其实这种头晕脑胀的情况 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双子座的朋友 会留意到 特别是单身的双子 身边的这种好朋友 突然闪电脱单 让单身的双子觉得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巨蟹座的朋友呢 如果还单身的话 有机会可以好好把握 闪电进入一段恋情 可是如果已经有对象的巨蟹呢 则要留意咯 这时候来的桃花 到底是好是坏 自己要懂得去分辨的 巨蟹座的朋友 这段期间呢 其实收入不错 但是开销也很大 所以自己在花钱的时候 最好稍微的盘算一下 不要造成透支的情况了 处女座的朋友 趁着前一段 或是这段时间的年节假期 可以重新拾起自己的兴趣嗜好 也会非常的乐在其中 天秤座的朋友 这阵子可能真的沉迷在追剧耶 但是要小心哦 如果过度追剧的话 自己的视力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天蟹座的朋友 虽然餐餐的这种美食饗宴 非常的开心 可是对身体的健康 可能如何去保健 也是需要多多注意的 这首座的朋友 这段时间邀约活动真的太多了 所以会造成荷包大失血 而且呢 一样喝酒的情况 可能也要稍微的控制一下了 魔戒座的朋友 这段期间呢 我们说免不了有很多的这种应酬 跟家里可能要添购一些 家里的一些设备啦 家具 所以造成荷包大失血的情况 水瓶桌的朋友 我们可以受到长辈的关心 其实我们知道长辈是出于好意 但是有时候关心 反而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压力的 双鱼桌的朋友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你要小心哦 人多嘴杂 所以自己说话的时候 也要比较谨慎一点 不要让别人 可能抓到一些我们言语上的 这种可以攻击的地方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星座运势 提供给大家的参考